再换的话会5万台币就会比之前少换1万多元的日元 等于少买一张迪士尼门票加3少吃3碗拉面的价钱 而除了中美贸易战之外 日韩之间也将彼此踢出了贸易白名单 关系急剧恶化 造成全球股市崩叠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他在推特上宣布将对3000亿美元的大陆商品加征10%的关税 股市一片绿油油股民是哀红遍眼 会市风云变色避险升温造成日元走强 日元对台币创下两年半的新高 民众如果换5万台币相较于低点时的会差 等于一口气少换了1万多日元 相当于一张迪士尼门票外加3碗拉面飞了 黄金期货也一度涨超过2% 创下6年多来的新高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全部由美方承担 华春莹这句话不是玩笑 川普对大陆加税自家商品iPhone将首当其冲 未来美国人买iPhone预料将会变贵两三千块台币 这可能使得iPhone减少600万到800万只的销量 除了中美贸战又开打外 日韩之间的贸易战也日趋激化 继日本7月对南韩寄出半导体材料出口馆之后 又突然宣布将南韩排除在贸易优惠的白名单外 南韩总统文在寅震怒也立刻反击 将日本踢出了南韩的白名单 日韩两国外长在东协峰会碰面关系紧张 美国国务卿想扮演和氏老三人合照 南韩外长康金和从头到尾臭着一张脸连手也不握 南韩下一步准备向WTO提出申诉 日韩间的经贸冲突越演越烈 记者综合报道